同志们 还记得比特币 之前怎么涨的吗 就是 比特币之前中国要关掉 说是要关掉 就没想到交易所要关掉 结果造成了 币价的暴涨 因为很多人都把币 从交易所里面提了出来 提到了 自己的钱包里面来 然后呢 交易所里面的币被提出来以后 这个很多用户 现在慢慢习惯了 要把币存在自己手上 然后呢 这个 但是大家当时候都注意到 这币的钱包品种有很多 有比特币的钱包 莱特币的钱包 以太坊的钱包 还有各种大士币 门罗币 各种币的钱包 所以说我们当时候就希望出现那种 多币种钱包 跨链钱包 这个 币一定要提到自己手上 尽量不要把大量的币放在交易所 如果你把你的币放在交易所 交易所就会开融资融券 他就会把你的币借给那些做空的人 把这个币往 可以往下做空 风险很大 所以说每个人 尤其币量比较多的人 建议大家呢 去下载这个 多币种钱包 把币去控制在自己手上 不要借给交易所 让交易所再借给做空的人去做空 这是我们的逻辑 那 不过来 不过来 我们的逻辑